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企业 制造企业或者说品牌商都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因为中国的话也是存在了很多企业或者所谓的贸易商是提供产品 附加一点 售后服务 就是我们从08年之后转型 其实要求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 由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品牌 我们发现其实这个是什么推动的 主要还是政府力量推动的 不是从每一个个体 我们说的个体组成一个团体 就叫民间力量 实际上民间的商业力量 似乎没有那么大的动力说是 我要把一个县城很赚钱的中国制造 提供产品 转变为提供服务 甚至于更深一级 我要提供我的产品 适用的这群人的完整的成体系的需求 而且是一代延续一代 所谓的真正的品牌 好像民间的力量 每一个个体的企业家或品牌主 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和动力去做这个事情 除非生意做不下去了 被动转型 被动转型没有方向 刚好说社会上流传一种 从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品牌 他就觉得这个是出路 实际上他不见得是特别有原始动力的 但是乔伊纳德 巴塔哥尼亚不一样 他的创建就是从民间的一个个体的觉醒 或者对于商业的户外运动用户的整体需求上的洞察 以及他的熟悉的了解出发 他既是用户 我也是品牌商 为什么 我做的巴塔哥尼亚的产品服务和他的整个的商业体系 都是服务他自己的 以及他的家人 他的员工 他的朋友 然后他的下一代 仍然还爱好他那六大户外运动的广阔的青年群体 那六大还重复一下 从他最喜欢的攀岩 后来的冲浪 潜水 登山 越野 还有飞吊 可能还涉及到一些皮革挺骑行的一些装备 这个我们把它忽略不计 甚至于他后期我们说的做的巴塔哥尼亚Books 做出版 以及巴塔哥尼亚也有食品线 提供的是他的消费者所需要的整个生活的一个商业体系 所以说巴塔哥尼亚在成立之初就是肩负着这样的使命 而且是乔尼纳德主动的愿意这么做 但是这个里面也肯定是有护学护卷的成分 我们知道他同时代的好朋友 道哥汤普金斯做的北面 要比他起跑早 要比他市场影响力大 要比他销售额高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参照对于做巴塔哥尼亚 巴塔哥尼亚为什么起步可以这么稳 第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得益于美国的 还有北美的户外运动的那个兴起和他的民间的土壤市场土壤 就是大家愿意有这个需求完全被释放了 而且非常多的人是呵护这样的新兴的户外运动 而不是污名化或者诋毁他 他是存在多种声音的 包括一个运动户外的生活方式 同时的话每个人都是相互激励的 也允许一些企业或者传统的企业去转型模式转变 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升级 甚至于说涉足到一种新的大家有需要 但是没人提供或者供不应求的 这样的户外用品的服装体系里面去 它是一个土壤是允许有北面 也允许有巴塔哥尼亚 允许有耐克 也允许有Polo 拉尔夫劳伦这样的企业的诞生 这就是美国这样的一个市场 我们为什么说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美国的经济是腾飞 虽然它有越战也有反战运动 好像年轻人们都是在闹在社会上是折腾 因为现在我们当今世界各个地区 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社会不安定的 美国现在不是也在闹吗 世界各国都是有一些街头运动反战 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个社会 它是一个声音能被释放出来 它是有自我修正能力的 你让这种声音充分的释放 大家一定会辨别哪些是情绪的声音 哪些是理性的声音 情绪的声音明粹的声音一定会被历史所淘汰 那些理性的应时而初的那些有长远考虑的那些诉求 文化中的观念 其实在历史中都沉淀为闪光的金子 然后造福后代的这块文化土壤上的下一代人 在美国的六七十年代一边打仗 国内在反战 各种思潮涌现 但是同时我们不能忽略 它就是它的商业市场 诞生了影响到四十年后 三十年后二十年后 甚至于一百年后 一些伟大的品牌 巴塔哥尼亚就是在这个行列中的一员 而不是全部 第二点的话 这还得益于我觉得就是乱世造英雄 在战后世界的青年户外运动兴起的背景下 参与的人你想想 他们喜欢摇滚乐 喜欢个性 他们有一种什么思潮呢 那个时代伟大的文学家凯鲁亚克 诗人 施耐德 艾伦金斯伯格 美国的 在路上的这些垮掉的一代 麦田守望者 那我们说摇滚乐 Bob Dylan 这些名谣歌手 然后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什么 嬉皮士运动 乌托邦运动 武则斯托克 音乐节 这些具有象征性图腾性的 更别说那些摇滚乐队 六七十年代的 我就不说了 现在都年龄很大了 但是特别牛 同时的话 一批的我们说的这样的商业品牌 商业是美国文化 或者说全球最繁荣的文化之一 因为美国的东西我是这么看的 它当然是属于美国 但我觉得也是当然属于全人类 他们做出来的所有的 除了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一切利益之外 很多的精神的财产 历史 思想成果 都属于人类的 找你愿意去学 敞开心扉 去接触它 去找到共鸣的地方 去融合自己的现实 我觉得这都属于全人类的 他没有那么狭隘的说 这是美国人的 我就不看 因为他们做的很多东西也是反政府的 反对一些社会上既定的规则的 在这种思潮下面 莱恩纳德绝对是那个 青年文化思潮运动中的 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青年人 为什么第一 他出身实际上是农民或勤扎工 劳动人民底层的 他的父亲我说了嘛 做木工 电工 勤扎工 机械工 动手能力强 就是一个美国社会 不要老觉得是一个资本家社会 它有广泛的民间的中产 或者劳动阶层的力量在里头 而且这种劳动阶层的家庭的孩子 他们是有公平的机会去参与到变革时期 你有能力 你可以实现你的美国梦 或者我们叫加州梦 那乔伊纳德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是因为高学历 不是长冲藤的名校毕业 也不是在军队中建功立业 也不是在民圈运动中展楼头角 他就是一个小小的属于个人的爱好 攀岩冲浪 然后跟加利福尼亚 文图拉 洛杉矶 跟那个青年群体混在一起 而且那个群体呢 不一定都是不良青年 我们知道很多的都是专业的滑雪运动员 专业的攀登运动员 或者说摄影师 摄影师 大家都是 既是专业也是业余 每一个人 他的朋友 包括他身兼素质 跟他一起 1965年开设 乔伊纳德设备公司的好朋友 汤姆弗洛伊德 他是个攀岩爱好者 也是个摄影师 同时的话 他也是一个 有商业头脑的商业人士 那乔伊纳德一样的 包括我们说的北面的 道格汤姆金斯也是这样的 他是一个商业奇才 那可能他的商业天赋 服装主理的天赋 我是自己认为 天赋肯定是高于乔伊纳德的 这是肯定的 因为他的北面创立之后的10年 20年 他的营额已经做到了10亿美金 而那个时候同时期90年 巴塔格尼亚只有1亿 北面比巴塔格尼亚早起步4年 但是他们的营业额相差10倍 但我就还说回来 就是那个年代他的好朋友 他的合伙人 他们都是身兼素质的 不是说只会攀岩 只会冲浪 只会登山或滑雪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爱好 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乔伊纳德先生本身 在年老的时候 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 任何的价值观 爱好 生活方式 以及他的价值判断 都会影响他一生的命运和轨迹 那乔伊纳德无疑也是在这样的一个 青年人要求个体解放的 青年文化思潮下面 成长起来的一个人 他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 我现在说的是个人的时代特色 催生了巴塔格尼亚 可以走一条与众不同 完全不一样的路 而不是模仿别人 他一定也是看过 开鲁亚科的在路上 达默流浪者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 美国的这种青年狂飙突进的运动 他们有他们的问题 但我今天要讲的是 那一代的优秀的人 比方说 伊丰乔伊纳德 他一定是能将那种文化 最精华的东西为我所用 那种文化里面的糟粕 弃之不用 那种文化里面有一种糟粕 我就简单提一下 我不用站起来看 就是那西皮士文化里面 有一种好吃懒做 不是劳动 然后无政府 天称我才必有用 然后只出事不入事 对于世界上很多东西 其实他抵御不了欲望 但是很多人是 碌碌无为无所作为 而且给他自己安了一个很好的理由 做也无用 那是糟粕来的 但乔伊纳德 显然没有受到那种文化的 糟粕的影响 或者说负面的影响 他受到那种文化 什么先进性的激励呢 就是一个人 不应该只是一个 我会法语的人 我会英语的人来标签定义 我不是一个加拿大义 或者我是一个美国人 我来定义 不应该通过肤色来定义 语言来定义 宗教信仰来定义 人呢也不应该通过意识形态 你的文化背景 你的出生来源来定义 那个年代最核心的 我觉得文化的本质特征 就是人的解放 1960年代 但美国青年文化的一个最大的 我觉得对于全世界青年文化的贡献 或者人的文化贡献就在于 他又触及了 你像中国人说的 以前孔子说的 人的觉醒 人是一个理性的动物 人是一个善的高级的个体 文艺复兴时代 人应该摆脱尊教的束缚 摆脱信仰的束缚 人应该有情感 有欲望 有自己的理想追求 而且人许大家是宽容的 法国的启门运动奠定了 我说伟大的西方工业革命的思想基础 就在于什么呢 突出每一个人个体的权利 和思想的权利 那发展到美国 美国贡献了什么呢 美国就贡献了1960年代 70年代 它基本上引领了20世纪后半叶 乃至现在全世界的青年人 不管它在哪一个地球的角落里面 对于自我的个体的认知 就是人的解放 又进入到一种在工业化条件下 人的解放 在两次大战之后 重新思考人的解放 那个深度 美国那一代年轻人和他们那一代的生活 贡献给整个地球的青年人 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前 人的民族性 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是包裹性非常强的 你是一个人 但是你必须是一个国家的人 民族国家的概念是空前高涨的 没有这个民族国家的过分的空前高涨 不会发生两次大战的吧 因为实际上大家都是利益共同体 但是就是因为国家意识太强 发生了人类惨剧 认为这个资源就是按国家来分配的 而不是按人 但是美国的这个反战的青年运动 或嬉皮式运动 你看首先美国发动的战争 我作为美国青年也是反对的 不是因为这个战争是我美国发动的 我就认为美国就是正义的 我就是支持的 因为我是首先 我是一个人才是一个美国人 对吧 从人的角度 你为什么要发动战争 为什么要为了那样的国家利益 来争夺资源 来牺牲其他人的生命 为什么要利用你先进的科技的 优势 向那些没有拥有那个科技优势的 地区和人民发动攻击 那美国的青年说 这个不符合我们对于这个世界 和对于人自我的认知 国家只是一个管理的 一个有效的现实手段 它不应该凌驾于人的需要 人的我们说多元化的诉求上面 这就是我就美国的这个青年文化的 一个好处就是说彻底的解放 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美国这个骚乱 我们能看到有很多的声音 还是在坚守 个人空间深深不可侵犯 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朗纳德就是在这种文化思潮中成长出来的一个人 所以他认为做商业的时候怎么做 他就不是学着可口可乐怎么做 伟大的IBM怎么做 他就没有这个思想障碍 因为我们中国的很多企业家 穷其一生啊 都在跟自己小时候接受的 或青年时候接受的那个惯性思维在堕斗着 是不断解放的一生 做了几十年七八十岁了 他成功了 或者说他豁达了 豁达了是什么 他找到了真我 那我们觉得已经求真了 但是我们就说有时候对比一下 那美国这样的年轻人一出来 一做品牌 北面巴塔格尼亚 起点为什么这么高 思想的起点 商业模式的起点 做产品的起点 包括事业 是因为这个土壤给予他的 而不是他个体的表现 就是在加州玩的一些新运动 那就可能是人类最新的运动 他一定不是引进过来的 而是加州的人创造的 比方说冲浪 比如说滑板 这些都不是欧洲人参与发明的 包括攀岩 包括越野跑 飞掉 那第三点的话 就乔伊纳德自己的个性 我们可以从他的媒体报道 透露出来的一些讯息吧 也能看到他这个个性 一个有个性的酷的品牌 一定背后有一个有个性的人 他是法国后裔 从加拿大移民到美国 这个身份我觉得对让他 谦虚包容开放 一直对世界保持一种批判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知道土生土长 其实让人的思想会固化 尤其青少年时期 跟随父母举家搬迁 其实会让一个人的世界观 变得非常的包容和非常博爱 那我不管是伊夫圣罗兰 也是从阿尔及利亚去巴黎 还是我们之前讲的APC的主理人 让图一图 图尼斯移民到巴黎的 然后他个子矮 然后英语肯定很差的 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听说过 就是因为学校里面那些优越感的东西 他都没有啊 个子矮存是从政的美国的棒球啊 橄榄球啊 足球啊 篮球啊 田径啊 实际上都是扣翻的减翻的 那乔伊纳德为什么14岁就喜欢潘岩 更新的一个运动 就像他来到美国的加州一样 是个新鲜事物 潘岩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他应该去接触的运动 是个新运动 地球上没有被人广泛去参与的一个运动 那可不就是个新的运动 美国的新移民玩了一个新运动 然后他动手能力强 就是把父母的优势继承 就是站在父亲的肩膀上走路的人 这也是我觉得特别具有启发的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的家庭啊 儿女都是背叛父母的 不是说在生活中背叛 是在从精神和价值观上背叛 但乔伊纳德就是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 一个劳动阶层出身的 他也是站在父亲的肩膀上走的 而父亲交给他的这些动手的积修能力 木工电工铁工的这些能力 伴随他一生 到了他80多岁半退休状态 他也在他自己保留的那个 当年创业的初期的设备公司的仓库里头 仍然是热衷于打铁 冶金做一些铁锯 不在于那个东西能产生什么实际作用 伴随一生的打铁 已经不是一个技能了 他最后变成了自己与世界和解 精神达到一种无我忘我的一个手段 完全是取决于父亲 带着他一起学到的这个传承的这个手艺 手艺不再是手艺 而成为精神的传承 他喜欢的这个爱好中 我们也能看到这个乔伊纳德本身的个性 就是越挫越勇吧 我觉得第一 不走寻常路的个性肯定是有的 你们都玩其他的爱好 我玩攀岩 我认为他是攀岩或冲浪里面的高手 但他绝对不是顶级的 但他是户外运动爱好者里面 做企业做的最牛的之一 他也是在那么多的美国企业 美国品牌的主理人里面 应该是攀岩冲浪玩的最猛的人之一 这就是他的独一和唯一 不一定做第一 巴塔格尼亚就是在美国这样的文化里面的唯一的体现 第三点就是我说的他的行动能力极强 是一个有担当责任的人 因为他自己有需求 朋友有需求 户外运动的这些装备 装备也罢 服装也罢 他愿意去做 而不是其他人等着别人给他做 他有很强的开创性 就是他的那个入室的观念非常强 如果世界很糟 我们为什么不为他做些事情呢 如果未来是很悲观的 我一定要为悲观的世界 到来之前做点什么 真正的禅宗的思想 就是不要管他的结果 以过程做的是不是亲近全力 这才体现一个人真正的价值 那乔伊纳德无疑就是这样的人 为什么呢 就是从他做盐钉 因为媒体有批判 既然你推广了攀岩运动 攀岩的人越来越多 买你盐钉的人越来越多 那在盐体上面 留下盐钉的钻孔 洞孔的几率就越大 就是你的这个生意 让这项运动不可持续 这是一个很大的媒体的一个批评 市场的一个反应 第四个他的特性 我觉得谦虚 善于学习 他马上就改啊 学习能力强 首先放弃严丁业务 听得见批评 善于理性讨论 然后矫正自己行为的一个人 他说话并不多的 乔伊纳德真的是一个行动 胜于一切言语的一个人 然后巴塔格尼亚做的这些产品 到1996年的时候 他有一个重大的决策 就是他所有的服装里面 所涉及的纯棉的产品 全部放弃采用非有机棉 96年要求所有的供应商 所有的制造生产商 全部要取得有机棉的材料认证 才能给巴塔格尼亚供货 为什么做这一点 随着他们做的产品 被户外爱好者穿上之后 从事广阔的户外 跟大自然的接触的活动之后 随着他90年能销售到一个亿 规模非常大的时候 他的服装产生的环境影响 也越来越凸显了 比如说他们采购的棉花 这些美国的棉田 国外的棉田 都是大量的采用了什么 杀虫剂 除草剂 化肥 我们说的对土地 可持续的土地的健康有害的 这样的种植方法 规模化 用上50年100年 这样的土地是有毒的土地 这些棉花里面都会残存有 我们说土地上面的这些有害物质 当时他96年痛下决定 他使用有机棉要比非有机棉的成本 提高50%到100% 但是也接受媒体的批评 接受市场的质疑的声音 而且放大它 把它变成驱动我们企业进化改革 取得更大盈利的一个动力 而不是认为这样的市场诉求 这样的想法是挡我财路的 因为成本涨了 然后你的售价就得涨 你的市场竞争力 价格上的市场竞争力 就会减弱 但是没关系 他愿意做 这就是他谦虚善于学习 谦虚善于学习的背后 我就说第四点 就是善良 就是他的良知和善良的成分 要大于其他人 地球他也不会报复他一个人 但是他就带着一种道义在间 就是中国人说的 这种感觉 他愿意做这个事情 96年全线的采用有机棉 只采用哪些供应商跟他们合作 就是那些不使用沙虫剂 不使用除草剂 不使用农药的棉花的供应商 来提供给制造商 这样的制造商 才能进入到我的采购名单 我才卖这个东西 如果我卖多一点用了农药 用了沙虫剂的产品 那我就是作恶 这个夺计是这样的 我卖越多 我营业额越高 我的市场占有力越大 我对于地球的损害就更大 更多的人要去种这个棉花 要使用农药 如果我能卖的特别多的棉制品 产品 我市场份额占得很高 就会鼓励更多的人去种有机棉 这是96年的一件事情 它是从90年代开始 也是逐渐的在减少 从活物 活情 家禽身上去取得羽毛 就是现在它的羽绒的原材料 基本上都是来自于 自然死亡的禽类的羽毛 以及回收的旧的羽绒服的羽毛 还有一部分是人造的 保暖的纤维羽绒 这样的材料混合使用 加强动物的伦理福利吧 就是这也是一种非常走的 后现代的一种观念 这也是一种人类良知的更高的体现吧 我是觉得 它是尽可能减少对于这个地球 以及生物的一个伤害 也没有那么乌托邦 说我就完全不用 这是结合现在的科技发展吧 然后它在90年代 也大量的通过合成纤维 就是锯质纤维 来生产服装的面料 我们知道它90年代 就找到了美国的一家 非常重要的一家 服装科技公司 研发了一种 人造巨脂纤维的合成技术 它通过意大利和美国的一些 很重要的一些服装集团 就是二手衣回收集团 二手衣溶解 重新再造成纤维 塑料瓶 把它溶解之后 抽成人造合成纤维 我们知道它最重要的 那个姚立荣的外套 都是由矿泉水瓶子来做的 它每一次卖说 我这件衣服用了几个矿泉水瓶 就巴塔哥尼亚的理念 与环境责任啊 是优先于它产品功能 与外观设计之上的 为什么巴塔哥尼亚 是与众不同的美国公司 为什么它提供的不仅是产品 也不仅是服务 而是整个的户外人群 生活方式需求的商业体系 就早期的它的姚立荣服装的话 回收材料越多 它的logo越大 后来的话产生一个什么问题 它的用户啊 特别支持它这个理念 所以它那个logo大的 循环次数多的 再生次数多的 大家需求量更多 但这个东西呢 又不会太多 就变成了供不应求 二手市场炒得非常热 大家会炒卖 这个我们就跟 现在流行的一些品牌 它们在二手市场被炒卖 完全不同的一个事情 巴塔哥尼亚怎么做的呢 绝对不容许 然后它就砍掉了这个做法 它的再生的姚立荣服装 不让用户看到再生多少遍 取消掉了它的山脉的那个图标logo 统一 全部打的是巴塔哥尼亚的字母 之前的这样的产品 现在二手市场还是备受欢迎 日本像那个最著名的那个 古桌店之一 Wintage店之一 叫Bobojin 在元素 正店之宝 当然大家都知道 就是Levis的501牛仔裤 还有一个最受欢迎的 就是巴塔哥尼亚的姚立荣的 戴山脉logo图标的 巴塔哥尼亚的老的Wintage的外套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YK